今年是天天向上开播十周年 最近节目组举办了一个天天兄弟心愿周恩活动 前两个星期满足了光谈 前锋的冤枉 这次轮到大张伟了 节目组邀请到了几个明月大师 改编了大张伟的新歌 阳光彩虹小白马 把大张伟感动了热泪盈狂 因为把民族音乐和电子音乐相结合 是大张伟的一个心愿 自从天天向上挪到周日十点当以后 收视率一直在0.5%左右徘徊 在芒果TV的点播量 每期节目也只有500万左右 很多人都说天天向上 马上会被湖南卫视听掉了 还有更偏激的人认为 天天向上收视率下滑 是因为用大张伟取代了OD 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把OD请回来 换掉大张伟 看了这期节目发现 湖南卫视是不可能换得大张伟的 因为何炯和谢娜都支持他 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 不仅是何炯和谢娜 还有很多明星都是大张伟的好友 大张伟发起了一个爱的报道的活动 这些明星好友都积极享用 这是OD没有的好人脉和好口碑 何炯 谢娜 古巨姬 沈月 张军宁 马思纯 周冬宇 熊子齐 彭玉岔都纷纷抱了身边的人 把爱传递下去 还有和大张伟互称 对方伟老师的意样迁徙 也用实际行动支持的大张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